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和黄晓明的婚姻又被推上了热搜 从当初的世纪婚礼 甚煞旁人 到最近即便合体也不再秀恩爱 俩人的感情纠葛还真的是颇为令人唏嘘的 就在媒体常说二人的婚姻的时候 黄晓明却又暗戳戳的撒了一波狗粮 谁能够想到他竟然会在向往的生活当中 以这样的方式cue到baby 然而评论里的留言却分为了两集 有持离婚论的人认为 感情肯定是没有以前好了 各取所需嘛 但是又觉得合体的恩爱夫妻比撕破脸更有利 所以才会在外界的面前这么装摆 也有持恩爱论的网友认为 黄晓明是真的疼爱baby 有些东西演不出来 为什么不秀恩爱就是离婚呢 其实关于两个人离婚的传闻 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尤其是最近传出来了 baby已经离开了秦阳川河的消息 也被认为这是两个人在做利益分割的前兆 只是这离开就离开吧 怎么还要专心往影视方向发展呢 对此啊网友们替影视圈说的是表达了拒绝的 毕竟大家都还记得那些年被瞪眼大宝贝支配的恐惧 的确从官网的信息来看 baby呢已经被删去了姓名的 就和当初王子文周冬雨离开秦阳川河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最先从官网的删除开始 至此整个公司的一哥成了陈鹤 一姐呢这次啪皮酱 不得不说啊 从坐拥双金影后和顶流的秦阳川河 到如今需要一个劣迹艺人做领军人物 实在是前途堪诱啊 众所周知 秦阳川河的前身呢是baby的工作室 这个隶属于华谊旗下的公司 最初的股东呢是黄晓明和杨明 而黄晓明不用说 华谊一手捧出来的一哥 杨明呢则是早期华谊周迅的经纪人 而且啊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高层都是华谊出来的 包括当时公司的很多资源来源 也都是在华谊的牵线之下才有的 当时就有媒体说秦阳川河是第二个华谊的报道 也正是因为黄晓明的这一层关系吧 当时公司的资源呢全都是为了捧baby 所以呢也被称之为是baby的工作室 的确从香港的魔到成为内地顶流 baby在这一路走来实在是太过于顺利了 当然他本人也不这么认为 仔细看啊baby刚来内地的时候的资源 与其说是黄晓明的帮助 那倒不如说他是借着老公的身份 背靠华谊这一棵大树好成梁 早在认识黄晓明之前 baby呢一直是香港影视剧中打转的 因为有着一副好皮囊 所以捞几个小角色也并不是很难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搭上华谊 这条线的 首先我们先看看他与黄晓明的机遇轨迹 从访计的爆料来看啊 两人相识于2009年的5月份 因为在香港拍摄电视剧 而且经常去kpv 在一次k歌的过程当中遇见了baby 等到了9月呢 黄晓明去台湾宣传风声的首映礼的时候 baby也到场参加了 那个时候两人的关系呢 就已经比较的亲密了 到了2011年 baby就开始出现在了华谊的电影当中 接连两部全程热恋 全球热恋都有baby的身影 而且合作演员呢 恰好就是当时华谊力捧的小声 景国然 两部作品之后呢 baby算是坐上了华谊的这条船 而他与黄晓明的关系啊 也成为了媒体口中的大新闻 因为当时呢 黄晓明的身边 确确实是有正牌女友李菲尔的 两个人因为合作陆顶级 因戏而生情 在2009年 南方和baby传诗文的时候呢 他还一直对媒体谈言 相信自己的男友 但最后啊 却很遗憾 在这场三个人的电影当中 只能够遗憾出局了 没有了这位前女友的话 黄晓明和baby的关系呢 也是越来越明朗了 2013年 他还专门为了朋友 两个人一起合作了了 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配角呢 则找了凭借豪杰春香当中的精彩表现 在国内野车市走红的 在西 对了 这里呢 再提一个点啊 那就是黄晓明本人 从07年高调签约华谊 从当天的阵仗来看啊 华一可谓是表达了绝对的诚意 甚至还在签约的现场 给他搞了一匹马 在这里呢 不得不夸一下黄晓明的经商头脑啊 在华一上市之前呢 他曾经借钱 以三元一股的价格 买了180万只公司的原始股 等到开盘之后 当天的价格为 66.33元一股 最高的时候呢 曾经飙到了90元一股 他摇身一变 哎 就成为了意乱身家 华一对于黄晓明而言 真的是他世界上一个巨大的跳板 但是聪明的人呢 往往也有一颗想要自立门户的心 等到2010年约满的时候 黄晓明就决定了不再续约 而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 他只是想解约 并没有想与华一闹掰 所以他的股票并没有抛售 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哦 2010年黄晓明离开了华一 却把baby送去了华一 这是不是也在给华一一个 示好的信号呢 说我虽然人离开了华一吧 但是我对华一的心不会变 与此同时 华一当时呢 又经历了周迅赞地兵出走 姚传陷入到离婚口水战 仅剩一个礼宾兵独大的现状 培养baby呢 也是当时在他们看来最好的选择了 但baby美貌回美貌 眼睛啊 却始终是一块短板 那该怎么办呢 恐怕呢 也就只能够给一些花瓶 但是又惊艳的角色了 比如2013年的 敌人节之神都龙王 他是花魁 敌瑞姬 接下来的黄飞红之英雄有梦 他又成为了轻柔图牌 到了15年的寻龙爵 还给他弄了个大众百花奖 最佳女配 不得不说呀 还真的是背靠大叔好乘凉 到了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 2014年的国民综艺 奔跑吧兄弟 也正是因为这个综艺的大火 才让他从电影的花瓶 瞬间走到了观众的面前 凭借着真实不做作的性格 成为了怒刷一波好感的国民baby 也正是因为他的身价随之的水涨船高了 成为了顶流之一 后来参与了情阳穿河 是baby当工作室的前身 而这一次baby选择解约情阳穿河 坊间相传 他会继续前沿老冬假华仪 只不过这华仪早就不是当初 一家独大的时期了 公司里边还有一个 邪满野心的华仪小公主 钟楚希 实在是很难说再度回归的baby 能不能再创辉煌呢 毕竟从眼前而言周楚希算不了上等 但是比起baby还是有科班生的优势的 属于baby的顶流时代会不会过去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吧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娱乐缤纷秀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你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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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